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 免费给患者一诊十多年 一张只有几位药的小药方 却能够有效地缓解患者的病症 是很多种级别 人都是一种主要级别 那么就回到中医的理念上 所以记载紫棋标 缓解紫棋本 云南白药提示您 收看本期中华医药 小药方治大病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中华医药 在中国传统中医文化中 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他讲的是三国时代有一位名医 他医道高明 技术精湛 但是他给病人看病 却从来不收取病人一分钱 只是让患者为他种几棵杏树 但杏子成熟了之后 他便拿杏换骨来救济灾民 后人将这种高尚的医德 称为杏林精神 现如今在云南省大理州的宾川县 也同样有着这样一位老人 他十几年如一日 每天免费为患者诊病 而且开出的药方 也与其他医生不同 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摄像机的镜头 一起去认识一下这位老人 这里是宾川县金牛镇佛都路 一条再平常不过的小巷 清静而悠长 然而每当早上快到八点的时候 这里便会变得热闹起来 而像这样的场景 在这个小巷里已经延续了十多年了 在小巷的尽头 有着这样一间不大的屋子 李伯帆的一诊工作室就坐落在这里 别看这个诊室不大 但是却远近闻名 每天都将近有一百五十名患者 前来就诊 而来这里看病的 不仅有宾川当地人 还有很多人 是从几百甚至几千公里外 特意赶来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 让这些人都不远千里的 来到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诊室 看病呢 故事还要从家住宾川县金牛镇 采凤村的一位老人 说起 我们眼前的这位老人 名叫杨建美 今年已经六十多岁了 虽然年过花奖 但他还是像 宾川县其他老人一样 每天都操持着 家中的里里外外 然而 让人难以想象的是 就是眼前这位看起来 身体十分硬朗的老人 却曾经几次与死亡擦肩而过 2009年的时间 由于这个防化疗的影响 它受了防化疗的副作用 它就胖管出血 把防疗它用这个激光发射 就把这个胖管 发起胖管烟 胖管发出血 会把胖管的胖管 用激光 将来用激光给 治疗 一些初血点 当初放化疗的副作用 所引发的膀胱炎 不仅严重地损伤了杨建美的身体 同时也给家庭 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 杨建美一家 在村子里 原本算是比较富裕的家庭 然而 一年十几万的治疗费 几乎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 由于没有其他经济来源 只能靠务农为生的一家人 再也无力承担 这么昂贵的医药费 最终实在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将它接回了家中 回来 不得了 在这个普通手机时 吃也吃不下 连水都不能吃了 除了将近一两星期了 死死不死 就是七夜七夜 就在全家人 对此一筹莫展的时候 同村的一个村民告诉他们 可以去县城 找李老医生去看看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杨建美的家人 最终找到了李伯帆 当时呢 我刚开了过 去买这些 北线边缩 苦神祖福的 什么样的一个房子 这个房子呢 作为疮痛的中心 它可以亲人一次 膀胱炎一般的治疗手段 采用多休息 多饮水 即食刺激性食物 而刺激症状明显的病人 靠服用解净药物 缓解症状 然而 由于杨建美的病情 过于严重 这些基本的方法 早已经无法缓解 它的症状了 我说这个房子呢 它是出自货旗旧房 在霸增上 那么在霸增上 这个机制上呢 进行加减化产 这里边呢 又加了 土福林 苦神 和卡 那整个房子呢 所以就吃了个 以后呢 疗效率相当高 就把它血就治掉了 吃了士多福 又是他 路上到过去来 干瘦了 到过去来 出一个滚滚 人不在 他又会出一个干瘦了 血就不流了 他们就 慢慢慢慢的就好了 现如今 恢复了健康的杨建美 不仅操持着 家中的家务 同时 还要照顾地里的农活 那您看着 十来年花了多少钱呀 我现在十来年 始终又是没花了多少 主要是上亏年 也吃十几万了 每次吃天的中药 一过星期只要 几十块钱就改缴 你过月只要一百多块钱 但是我打针要一次都不干 一年晚中药 千万一千几 所以不收我们的钱 去我们的药材公司拿药 正如杨建美所说 李老医生的一诊工作室 自开办至今 从来都不开设药房 也没有收取过患者 一分钱的诊费 而这些年来 家里的全部开销 都仅仅依靠 他自己的退休金 和儿子的工资 有人曾经为他算过这样一笔账 自他退休到现在 已经近十年 每天诊治患者一百人 每人收五块钱的诊费 那么这十年光诊费 就是一百五十万元 如果要是自己开诊所 十五元一副药 每人开两副 那十年下来 就是近千万的收入 这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都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 让李老医生 常年免费为患者看病呢 李老医生告诉我们 由于冰川人 世代都是靠务农卫生 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 生活普遍都不怎么富裕 所以从他爷爷奶奶那会儿开始 就免费为那些 掏不起医药费的人看病 深受相邻的爱戴 再到他的父亲李子宽 继承家传 不仅在中医温病学派中 独树一帜 而且还将这种免费 为那些掏不起医药费的患者 看病的家风 延续了下来 现如今 家传中医到了他的儿子李绍华 已经是第四代了 而这种免费为患者看病的家史 至今已流传了一百多年 然而流传下来的 不仅仅是这种免费为人看病的传统 同时家传中医的特色 也被传承了下来 那就是他所开出的药方 都是由八九味中药材构成 然而 这样看似简单的搭配 又蕴含着怎样的奥妙呢 我们还要先从 家住滨川县南环路 建青巷的一位老人说起 我们眼前的这位老人 名叫夏绍川 今年已经七十多岁了 看他这样的锻炼方式 根本想象不到 他是一位年过古稀的老人 然而 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 他曾经还是一名癌症患者 九八年 我查出了膀胱癌 我又不了解这情况 说是 带癌症就已经不好了 做手术 关于到几个月或者年八 我考虑的是不做了这个手术 不想拖累加特 膀胱癌 是一种中老年人 多发性的恶性肿瘤 目前 占我国泌尿生殖系统 肿瘤发病率的第一位 当夏老得知自己 患了这种疾病时 一时也没了主意 作为多年的好友 他第一时间 想到给李伯帆打个电话 询问一下他的意见 你医生跟我说的 说是 一定要做你这个手术 手术做了以后 手术的肿瘤 还不用肿瘤来调裂 虽然说 手术进行得十分顺利 但是 对于当时五十多岁的夏少川来说 这样的一个手术 同样给身体 带来了不小的损伤 由于吃不下任何东西 使得整个人都变得十分虚弱 人都相当手 当时 说花期都没得 人也熟了 企业没得 饮食也不好 通过一段时间的中用 一起过奔 用个一起过奔这个汤 就奔作皮外 为后天之门 王府生化之源 不要是肩皮 皮肩肩肝匀以后呢 你就想吃东西 胃主授纳 皮主运化 而这里的授纳和运化 就是指的消化和吸收 那为什么 对于做完膀胱切除手术后的夏老 李伯帆要先调理他的脾胃呢 就如同一家汽车 没的汽油就开不动 我们人活着 你要吃东西 要通过脾胃的消化 脾胃为什么消化 是通过咸天的制作 要完成它这个吸收代谢的作用 你一台汽车在车路上泡 如果没的汽油你泡不到 你把油加好了 它领见各方面都好 它就泡起来了 它是一个道理 这个像带子中症病呢 下关的也好象我们人的呢 也就是七八年 然后十五年也就走了 那是我这里呢 由于手术成功 在江南市的医生能有 这个 今年是第十七个年头了 从我的气息 在各方面看呢 如果不说 给你们的认识 我是带哀灾 在黎老医生的精心治疗下 不到三年的时间 夏老爷子的身体 一天比一天 结实了起来 然而 不幸又一次降临到了夏家 老伴突发中风 让夏老又一次找到了李伯帆 他放进戒指权力呢 他回到 跟我外人 中友 三个月什么西游军 整几米大了 就是完全不吃 复利医生的中友 当时开了中友 一个是 开了我们家自己 迷出来的几个房子 军友是武功全冲 当下是滑汤区势 他中友人是 这个中风是起火石堂 整个根据写的医学研究 他的方改老血管 的精卵 改出这些作用 三级声音 就会帮助集体恢复 通了我们的作用 所以这个房子 来治疗中 我们聊天就很高 现如今 能够自己行走的杨雪云 每天都自己在院子中 进行恢复锻炼 规定自己 一天要走三十圈 为了不让自己 记错了圈数 他每走一圈 都会用牙签 做一个标记 而夏老 也在调理自己身体的同时 肩负起了 照顾老伴的任务 在夏老家的墙上 挂着这样一个特殊的本子 这些都是这几年 他攒下来的 李老医生给开的药方 几十年来 就是这一张张的药方 治愈了无数位 像夏少川和杨雪云 这样的患者 而这一张张的药方 都有这一个共同的特点 每张药方 都是由八九味药材组成 这样看似简单的搭配 又蕴含着怎样的奥妙呢 我们家呢 它这个是 就是根据主角医学 变成十字 那个疾病 治疗人 治疗级别 那么在同样一个时刻 会出现很多种级别 是很多种级别 人都是一种主要级别 那么就回到中医 这个理论上 所以就挤在紫漆 比方在紫漆板 那时候我们家 只要抓住这个人 它那些基础疾病很多 它主要疾病 那种该走出来 进行改变 我们其他次要疾病 我们就不改变 所以看到我们家 这个厨房 在中国上 就很简单 急则置其标 缓则置其本 这句出自明代医学家 李时珍的 《本草纲目》中的一句话 意思就是说 遇到危及生命的病时 要针对症状用药 而治疗那些 不危及生命的病时 则可以对造成疾病的原因 进行治疗 李老医生在治病的过程中 就是根据中医 辩证实质的理论 准确地找到 患者病症的根源 用最为精准的药方 直接对病症进行治疗 这不仅缓解了患者的痛苦 同时 由于搭配的药材量少 也减少了患者的经济负担 李老医生告诉我们 中医文化需要传承 现如今 家传中医到了他的儿子这一辈 已是第四代了 现在 他也已经成为当地 小有名气的中医师 而他的孙子 虽然现在才上小学 但是也对传统的中医文化 有着浓厚的兴趣 匆匆吃过晚饭 李老医生又独自回到了屋中 因为晚上七点到十一点 是他专门为那些 因为离得远 而不能赶来看病的患者 开设的电话问诊时间 从今天开始 他那时候足了 我打了有个叔叔 也打了十餐斩 前两天 也是吃了只餐油 我吃了还是餐 我一个是 不是还少继续 今天是吃了是 华海又饭 华海又饭 有饭开给你了 菜肚 吃饭肚 吃饭肚 我说一个超特 一个屋子 是吧 病症解除了 患者也没有过多的经济负担 这些都让李老医生的名气 变得越来越大 现如今 不仅宾川当地人来找他看病 而且还有全国各地 甚至海外的患者 慕名而来 来看病的人多了 等候的时间也就长了 为了能够让每一名等候的患者 不用遭受风吹日晒 县政府特别为李老医生提供场地 开办起了现在这个工作室 然而 无论怎样 他和他所开办的这个工作室 却始终一如既往地坚持着自己的宗旨 那就是不设药房 不卖药 不收取一分钱的诊费 一种闻所未闻的城市焦虑症 此症多胜于忧郁愤懑至中年妇女 一种威胁城市女性健康的头号肿瘤 乳腺癌成了女性的第一杀手 一种简单又行之有效的预防方法 长期坚持 不仅可以预防乳腺癌 也可以预防其他的癌症 云南白药提示您 继续收看中华医药 挨在胸中口难开 观众朋友您好 这里是中华医药 欢迎您继续收看 首先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 做客的两位专家 袁凤兰 中国医学科学院 肿瘤医院防癌科主任医师教授 肿瘤预防科普教育专家 从事医学肿瘤专业近40年 一直致力于肿瘤预防科普宣传教育工作至今 刘聚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防癌科副主任医师 中西医结合肿瘤临床硕士医学博士 擅长中医药条理预防恶性肿瘤 和中西医结合治疗恶性肿瘤 欢迎袁主任和刘主任 欢迎二位 大家好 欢迎健康问诊团的各位嘉宾朋友 欢迎大家 节目一开始 我先请大家看一下我们大屏幕 看几张图片 这和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有关 这个乳腺癌有相关的数据显示 它已经成为这个城市女性 患这个恶性肿瘤最高的 发病率最高的一个恶性肿瘤了 我想请问一下二位专家 怎么会是这样的发展趋势 这个乳腺癌现在过去 咱们是乳腺癌发病 并不是特别高 是欧洲发达国家比较高 比如欧洲发达国家的饮食 和咱们亚洲不一样 它们以肉食为主 所以说乳腺癌相对高发 结症癌高发 但是在我们女性过去当中 是卵巢癌 宫颈癌高发 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条件 不断地好 改善 那么生活条件不断地提高 现在我们女性 城市女性 卢腺癌成了女性的第一杀手 发病率最高的就是卢腺癌 那么宫颈癌和卵巢癌 已经排到第四位去了 中医管乳腺癌叫乳炎 在医学征传里 中医是这样描述的 说此症多胜于忧郁愤懑着中年妇女 就是中医认为乳腺癌的发病 跟情质密切相关 咱们现代社会生活节奏比较快 生活压力比较大 再加上目前的女性的婚姻状况 也比原来的要不是那么稳定 所以就有一些情质上的因素 导致了乳腺癌的高发 我就有这样一个患者 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 家住北京丰台附近的金女士 刚刚过完40岁的生日 原本她身体健康 家庭幸福 事业有成 应该算是个幸福的女人 然而 如此美好的生活 却在2015年2月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5年2月的某一天 金女士被确诊为乳腺癌早期 后来做了一个局部切除手术 当时的时候她告诉我 这个东西不太好 要求要进一步的手术 术后的金女士 经过放化疗等一系列治疗措施 病情基本得到了控制 让她百思不解的是 自己的身体一向健康 为什么这种病会找上自己 后来在住院期间 经过和病友们交流 金女士心中的疑惑 渐渐有了答案 他们呢 得了病的时候 都是要求工作压力大 一个在是脾气不太好 听他们说了以后 我回想到自己 自己工作压力也比较大 脾气也比较暴躁 有时候不太好 工作上也比较累 我想到是不是这个 跟得这个病有一定的关系呢 那再跟我们讲讲 到底有哪些因素 会诱发乳腺癌的发生 好 这个人家的精神因素 特别重要 我觉得人的情绪 是决定一个人健康的 重要因素 我讲一件事情 就是发生在我们北京 这位女性 孩子考上了名牌大学 本所联读 她的情绪就是不好 她就觉得 人家的孩子念了四年 就出来挣钱了 我这孩子得读八年 太不值了 她给孩子压力也特别大 她自己压力也特别大 因为她是个会计 她特别会算账 后来就为这个事情 就总抑郁想不开 正好面临着更年期前后 结果呢 她鲁县无意当中发现 长了一个大花生米 大小的结节 在某一个医院一检查 发现呢 大夫告诉你 你这是一个鲁县纤维瘤 没事 她姐姐呢 不放心 说你最好 还是要到专科医院去看了去 结果到了我们那儿 我们再一检查 就是个鲁县癌 做完手术 就是个鲁县癌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建议大家呢 首先是要把握好自己的情绪 第二个 还有一个就是说 饮食 不良的生活习惯 也特别要注意 我特别希望 我们所有的女性朋友 远离香烟 喝酒也是这样 再一个就是 要让大家注意什么呢 注意就是说工作 要劳逸结合 改变日常的不良生活习惯 远离乳腺癌 是很重要的 第二就是情绪 第三个就是定期查题 如果说我们讨论这个乳腺癌 可能大家会觉得 有一点 不是未必离每一个人 都那么的近的话 如果我们要再换一种说法 可能每一位女性 都会觉得离自己很近 就是说乳腺增生 这个可能很多的女性 都会有 那么这个乳腺增生 和乳腺癌的关系 是怎样的 轻度增生 中度增生 跟癌没关系 重度增生呢 还得根据年龄 比如说 您又到了更年期 又得了重度乳腺增生 那么这样女性呢 就得特别谨慎 要特别注意 是吧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求呢 尤其是更年期前后的 重度乳腺增生 建议还是到医院去 为什么 因为乳腺增生 这是乳腺增生 这是早期癌症 那么癌症和乳腺增生 它俩就是背靠背 是吧 背靠背 当然不是所有的 重度乳腺增生 就必须转成癌症 我们这叫癌症病变 是吧 所以乳腺增生 一定记住 得了轻度 中度的时候 能好 但是呢 它跟你的情绪 和你月经量的多少 都有关系 那么你要注意到 你日常生活的 很多的不良的生活习惯 要改变它 它呢 自然也就不会得乳腺癌 这是非常重要 是可以预防的 我们说这个乳腺增生 我这样我问一下 我们在座的这个女士吧 大家知道自己 能不能判断自己 有增生 知道什么用 用什么样的方法 有吗 您拿话筒 我觉得用手摸 摸嘛 然后会发现 有什么动作 有种块 种块 判断增生的一个方法 还有其他的 有吗 那我们来问问 两位专家 对吗 回答对一部分 这是其中一个 就说明您平时 很关注健康 这是对的 有没有预腺增生 跟你的月经前后有关系 比如说月经前 预腺脏痛 是吧 前十天脏痛 那么还有呢 关节痛 还有性格的变化 立架量少 立架量少 那么这个时候 主要是 有的人呢 预腺痛到什么程度 就连颅罩都碰不得 痛得很厉害 所以这都是 预腺增生的一种表现 也属于 经前期一种表现 经前期一种表现 但是有的呢 过了这个立架期以后 它马上来了立架以后 这些症状 基本上都消失了 立架结束以后 这些症状就没有了 所以大多数都 这个增生呢 就没有问题 别害怕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要关注 你的立架量 如果说你来立架之前 预腺疼得特别厉害 立架量特别少 那就注意 管住嘴 别吃凉的 另外别熬夜 就做到三点 一来立架量少 别熬夜 别吃冷的 喝点红糖浆水 促使立架量一多 颅腺增生 就中度和轻度的 就可以消失 这个红糖浆水 它有一个配比的比例吗 这个比例可以这样 我建议啊 我个人建议 第一次刚见红的时候 喝的浓一点 红糖浆水 一直是备受女性朋友 青睐的养生保健饮品 生姜是一种日常调料 又可入药 中医认为 生姜药性新温 能发汗解表 趋风散寒 作用缓和 从古至今 医书上 以及保健书上 都极力推荐 生姜的保健功效 红糖是指 淡蜜的甘蔗成品糖 中医认为 红糖性温 胃甘入皮 具有益气补血 健脾暖胃 碗中止痛 活血化瘀的作用 专家推荐 将新鲜的生姜切片 如一元硬币大小八片 加入两勺红糖 后加水300毫升 加热煮开后 10分钟服用 具有温序推动作用 可减少痛筋 对增加月筋量 有一定作用 如果采用这个 生姜红糖水 效果不是特别明显的话 可能还存在 血淤的情况 这会儿可以少量地 加一些山楂 鲜的山楂除水也可以 或者是山楂片 除水也可以 每次用三到五个山楂 就可以了 和生姜红糖水 一块煮 这样既有化瘀 又有温通 经络 血脉 这样的效果 会更好一些 如果生姜红糖 和山楂 都不能缓解 严重的痛筋的话 或者不能解决 月筋量少的话 还是需要找一个复刻的中医大夫 进行一下辩证的调理 说得太好了 好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患者的经历 来 术后弄明白了病因的金女士 一直在持续接受放化疗的治疗 头发大面积脱落 天性爱美的她 给自己选了一顶漂亮的假发 回想得病之初 金女士有点懊恼自己的粗心大意 乳腺癌之前 是我自己洗澡的时候 无意中发现 左侧 这边有一个硬块 大概就像花生米那一大小 也不疼 也不痒 自己也没把它当回事 就是这个花生粒般不痛不痒的小肿块 改变了金女士原来的生活 跟家里人说了 家里人有点不放心 就要求是做进一步检查 一个不痛不痒的小肿块 怎么会严重到如此地步呢 问题来了 如何辨别我们这个乳腺肿块 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乳腺自查特别重要 怎么自查呢 我教给大家三点 一看 二楚 三级 那么一看看什么呢 所以每次洗澡的时候 一定记住 每次洗澡的时候 一定记住 对着镜子 对着镜子 先看看 两侧卤线是否对称 第二 看看卤头是否有凹陷 第三 看看皮肤是否有改变 卤韵是否有变化 这是一看 二摸呢 二楚 我们医生叫楚摸 我们叫楚 咱们老百姓也可以叫摸 摸的时候呢 记住 摸卤线的时候 这三个手指 就这样摸 摸卤线是这样 顺着卤头 360度旋转 一点从里到外 从里到外 往外摸 用你的 左手 摸右侧的卤线 下面 我来给大家 做一个演示 告诉大家 怎么自查 的方法 我简单 刚才我已经用图说了 我简单地告诉大家 查到 左侧卤线的时候 用你的右手 食指和中指 再去查 360度 查完以后 记住 再摸摸页下 别忘了 还有一处 锁骨上 双侧 锁骨上 查的时候 用哪呢 用食指 尤其是食指和中指 主要是食指 从这块 左骨头 一点点往后边摸 用你的左手 摸右侧 左骨上 从前到后 然后又从后到前 往下边轻轻地 用一下力 用一下劲 往来摸摸一下 很好 没有 然后再用你的右手 摸左侧的锁骨 也是从锁骨头这 往后边摸 往来又再往前摸 一看 没有 很好 如果摸到了 又红又肿 又痛的 别怕 炎症 不红 不肿 不痛的 一定要找大夫 再进一步检查 谢谢大家 谢谢您 这是 一看 二摸 三级 记住 就用拇指和食指 主要是积鲁头 积鲁头 那么看看鲁头 是否有液体出现 如果出现了黄色 或者透明色 那么也别紧张 也可能是鲁线 鲁线导管内 鲁头状 肿瘤 量性瘤 导管内鲁头状瘤 那是量性的 也别害怕 出现红色 同样也会出现两种 一种是鲁线导管内 鲁头状瘤 一种就是鲁线癌 所以在出现这种情况 一定要到医院去 鲁线癌 是一个非常可以 及时发现的 我们自己能发现的 而且发现记住 用我的一句话 不红 不肿 不痛的肿块 一定要到医院去 红肿 热痛 大多数都是炎症 所以我在这里 反复求医 告诉大家 预防靠于自己 你预防好了 你远离各种疾病 刘教授可补充吗 中医认为 癌症的发生 是痰 瘤 瘤 护结造成的 那么这个痰的来源 是脾虚生失的基础上 再加上火 就能够产生痰 那么预防癌症 包括乳腺癌呢 就是要防止这个 脾虚的发生 脾虚呢 中医认为 脾虚的发生 主要是过时生冷 还有一个 是情治郁闷 干瘀 能造成脾虚 还有一个饮食过量 中医讲饮食自备 脾胃奶伤 保护好的脾胃 就是能够预防 癌症发生的第一步 就是不要让体内 这种痰生的太多 关于瘀呢 像气虚能够造成血瘀 气质也能造成血瘀 所以呢 就要去锻炼身体 让气血充分地流动 防止瘀的产生 那么毒的避免呢 就是要远离各种毒物 中医 《黄帝内经》上有一句话叫 虚邪贼风 避之有食 就是中医认为 在你养生保健的过程当中 要避免无形之邪 那么像咱们现在的 有形之邪 已经知道了 它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可能导致癌症 那么就一定要去避免它 刚才袁主任 反复强调的就是预防 而且里边提到了一个 防癌体检 我不知道大家刚注意没有 这样我们关于这个防癌体检 一起来看一个李先生的经历 来 快到金婚纪念日了 家住潘家园附近的李大爷 最近却有点不大痛快 因为孝顺的儿子 听了同事的建议 送了老两口一份特殊的礼物 两份肿瘤医院的 防癌体检套餐 儿子听说 如果没有肿瘤家族史的话 一般人从40岁开始 每年做一般健康体检的同时 最好也做一次防癌体检 李大爷心想 儿子关心自己和老伴的身体 本来是件高兴事 可是癌这个字 我听了就腿软 我这身体好好的 干嘛没事给自己找事 何况我前一阵子刚刚做完体检 干嘛还要费事多做一回呢 现在严重我们讲的 这个防癌体检和一般的体检的不同 对 我刚才讲了 我们医生专家也是隔行入隔山 我们会搞肿瘤的不会治心脏 我们也不会接生 会接生的也不会搞肿瘤 所以你永远进入看病 一定要学会专科专诊专治 这个理念是特别重要的 建议大家记住 因为到这个医院 每个医院几乎都有体检中心 都有体检中心 但是查得不一样 大多数中和性医院 体检中心主要是对心血管 脑血管 糖尿病 以及常见病的检查 只有肿瘤医院才做妨碍体检 有人说妨碍体检跟肿瘤 跟一般健康体检有什么不同 就像刚才李大爷说 我都查过了 我干嘛都还上这来做 我今天已经做过了B超了 我干嘛还上这来做B超 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事情 你永远记住 肿瘤医院的B超的专家 他只会查肿瘤 他不会看心脏这一块 那么府外医院的专家 B超史专家 他只会看心脏这一块 腹部 盆盆江 他不会看 是吧 但是都叫B超专家 你管我们这一做 原专家 瘤专家都专家 但我们只会看肿瘤 所以记住 隔行无隔山 每年做一次 普通健康体检的同时 还要做一次妨碍体检 这就是我提示大家 为什么要提高自己的预防理念 下面我问一下这个刘准 那么预防 我们今天谈乳腺癌吗 预防乳腺癌 中医有没有一些什么好的方法吗 这个预防乳腺癌中医 还是有一些方法的 除了自己生活当中 自己调畅情志 不要让气情过度以外 就是咱们有一些通经活络的办法 来去让这个经络更加畅通 防止这个痰瘤结在这个乳腺上 下面我就简单的带大家坐一下 好 您到这里 请大家站起来 原位站起来就行了 其实中医的这个保健的方法呢 很简单 每天晚上睡觉前 咱们平躺在床上 就是这个是一个推附的方法 就是从肋骨开始 顺着这个身体的长肘往下推 一直推到大腿这儿 就这样的推 稍微用一点力 压着往下推 是方向是从上往下的 一般呢 推100到300下 这是这个 这个保健方法的主要的优点是呢 因为这个乳腺是在 足阳明胃经这个经络上 这样向下推以后 促进这个胃经的经络的通畅 这样可以减轻乳腺组织内 痰和瘤的瘤结 第二个功法呢 是推侧腹 就是两个手从腋下开始往下推 一直推到这个胯骨这儿 这样推 这个是因为呢 咱们的足绝阴肝经和足少阳胆经 它是走这个侧类的 这样呢 可以起到疏干 力胆 排毒的作用 也可以调畅情质 可以让自己的心情转好 推的次数越多呢 它的通筋活络的效果呢 就越好 每天长期坚持 不仅可以预防乳腺癌 也可以预防其他的癌症 而且可以减轻这个 向心性的肥胖 减轻腰围的脂肪 这些都有利于预防各种癌症 是一个简单一行的好的方法 好 谢谢刘主任 我在这里边 特别提醒大家运动 每天运动特别重要 刚才也都讲了 心态不讲了 所以呢 我就希望大家呢 一定记住 管住嘴 迈开腿 身心健康 体型才美 最后呢 我希望大家 给大家一个提示 人生多幽默 一生都快乐 开心每一天 健康才能活百年 谢谢大家 说得太好了